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名字叫王伟康 我是有一个博士学位的 是一个临床心理学的学位 《旧约尼加书》六章八节都说到 要行公义好怜悯 要传着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即是说社会的公义 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政教分离 这是创悟的观念 反而耶稣基督被冤枉的时候 是和政治有关的 和罗马帝国有关的 我们要出来 离开 基督徒生活的意义 离开教会四逢墙 在社会里面行公义 那是谁的公义 公义就是 圣经就定了公义 举个例子 《二创下书》一章十七节 说到 我们要为寡妇和没有爸爸的儿女 伸冤 哇 和他们伸冤 如何伸冤 当然了 我又不是律师 我又不是判官 我如何伸冤呢 原来呢 黑人的小孩长大的时候没有爸爸 我们会行公义好联敏 你会不会联敏他 帮助一些古与寡妇 黑人的妈妈来说 她的丈夫在哪里 她可能都不知道 哪个儿子是哪个丈夫 她都不分不了 喝酒过多 吸毒等等 你说她罪有应得 但是来说 她仍然受伤 耶稣基督的爱 会不会去到她那里呢 第二 她的子女怎么办呢 没有爸爸 世界的政治就说 political correctness 你不需要爸爸妈妈照顾你的 You have a village 这个是我们前总统的老婆说的 You have a village ratio 真的这么简单 我是专门研究性别取向的 一个男子没有了爸爸的时候 他就会好勇斗行 因为他要拿回男子气概 我想问一问 我们华人的教会当中 行公义好联敏 和fatherless 和 widows 寡妇去伸冤 如何伸冤法呢 我想问 我们可不可以去前进一步 去帮助他们 所以在这里当中来说 我只希望基督徒的华人就是这样 不要害怕黑人 第二 特别黑人的小孩子小女儿 你要肯定他 你说Hello 和他做朋友 见到黑人的妈妈 他很辛苦的 没有丈夫在身边 怎样去帮助他一下呢 教会可不可以邀请一些黑人的牧师 来讲讲呢 或者教会的短孙队 或者去黑人的社区里面 帮助他们教英文 教数学呢 我刚刚跟黑人 或者非洲裔的人士 我有几十年的 关系的经验来说 你不用怕 他们是很关心的人 他们是很爱人的 很慷慨的 但是你不可以歧视他们 那时候呢 我们行公二号年晚 我们有没有谦卑的心 谦卑的心呢 是很难做的 就是说 我不是有优越感 虽然呢 白人呢 是有white privilege 白人的优越感 但黄总人有没有优越感 当然有啦 我们读大学的哭办 我们是指责来的嘛 那这个优越感 可不可以不觉得是优越感呢 不觉得是理所当然呢 反而就说 我们有个优越感 我们怎样去 用一个谦卑的心 与他同行呢 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 用我们的背景 credential 财产 在哪里住 成为一个标准 在上海当中 人人平等 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 有一个社区 大家一个 种族的共融的关系就好了 我仍然相信这个想法 这个梦想 可以走得通的 或者我们再继续在教会当中 或者考虑一下 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说的 我们可不可以用得到呢 他说他有个异象 就看到他黑人的子女 是和白人的子女一起玩 接着他就被刺杀了 那我要延续一下 我们没有这个异象 他就说我黑人的子女 和白人的子女一起玩 但是中间 有黄种人的子女一起玩 可以吗 我们希望 还的教会去到这个地步 再进一步的 去engage 将我们有好的东西 去行公而好怜悯 有谦卑的心去服侍这些黑人 就是见到面了 我没有想到 有服侍这些黑人与之外 我没有想到